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慢慢积累了神迹 1979年 凭借着《狮子下山》这首歌 罗文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新星 他独特的嗓音很有辨识度 深受听众的喜爱 除了歌曲有特点之外 在穿搭和形象上 他更是特立独行 时常成为焦点和时尚 被外界称为大妖 性格更是深入人心 出席活动的时候 他打扮得总是很妖艳 花头巾搭配紧身裤 脸上总是挂着浓妆 正是这种格格不瘦的造型 最初遭受了很多非议 面对外界议论纷纷的声音 他丝毫不在意 依旧坚持自我 并慢慢地走出了独特的风格 夸张又时尚的造型 成为罗文的标志之一 很多歌手在设计演唱会造型时 都曾经拿来做过参考 可以说他是这方面的启蒙型歌手了 1976年对于罗文和华语乐坛来说 都是值得纪念的时刻 这一年他成为了香港首位 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 15场演出 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之后83版射雕英雄传的播出 让罗文和珍妮演唱插曲 成为了传唱度最高的粤语歌曲 两人配合默契 演唱时流畅随和 还因此被称为荧幕上的亲童玉女 当时外界都很看好两人 希望他们能够走到一起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 朋友或许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两人始终保持着一师一友的关系 并未产生男女之情 罗文能够奠定在乐坛的地位 除了过硬的实力之外 他对音乐界的贡献也非常的大 收了很多后辈和土地 培养出了多位实力派歌手 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基石 歌手谈小桓在接受采访时 每每提到恩师罗文 总是非常的感激 称罗文不仅是自己的艺术指导 在生活中也是尽可能提供帮助 直到他没钱上课的时候 罗文直接出面交了钱 让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全身心地投诉到音乐之中 此外 演艺圈的巨星张国荣 和罗文的关系也非常好 那时张国荣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而罗文早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对音乐十分热爱的张国荣 将罗文作为自己心中的偶像 得知张国荣对自己的喜爱之后 罗文也很大方 经常和他分享经验 让对方在迷茫中 确定了前进的方向 在这样的帮助下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成为了心灵上契合的朋友 后来还有很多合作 痛快出镜之时 总能够看到他们开心的身影 在传承中华文化上 罗文做到了用心和专注 1981年 他成立了排异社 专门培养热爱艺术的年轻人 主要表演传统歌舞剧 对于排异社 他总是尽力轻微 最初遇到过不少困难 不过凭借着内心的热血 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 罗文都没有选择放弃 由于排异社连续亏损 他只能自掏腰包 维持着团队的运营 当真是为爱发电了 为了维持众人的开销 他的积蓄不断减少 受到这份执着感动 罗文圈内好友黄瞻 选择加速到排异社中 不要任何的先筹 只为实现满腔爱国热情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 排异社名气越来越大 也成功地将中华传统艺术 传承了下来 点燃了观众对歌舞剧的喜爱 从很多角度上来看 罗文不单单是歌手 他同时还心系祖国 希望通过自己有限的努力 让传统文化绽放出更大的魅力 同艺术上的贡献相比 他在感情上就有颇多遗憾 被外界看好的珍妮 最终还是让大家空欢喜一场 两人注定只是普通的感情 终身都未婚的他 还一度被质疑性取向 有不少人揣测 他和珍妮没能走到一起 背后是有深层原因的 然而实际上 罗文并非没有感情经历 早在遇到珍妮之前 他就遇到了初恋女友 拥有了甜蜜的爱情 可相处久了才发现 两人在性格上插去太大 女孩外表很善良 性格却十分的骄傲 平时生活中脾气很大 罗文的性格很是随和 也愿意迁就女友的胡闹 努力去维系这段感情 可最后还是以遗憾收场 曾经有消息表示 在两人分手之后 女孩嫁给了犹太人 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初恋对于每个人来说 总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罗文也无法避免 他一生都没有娶妻生子 或许正是受这段感情的影响 两人最初分开之后 罗文消沉过一段时间 等到决定将往事都放在心底之后 他就慢慢地走了出来 用更大的热情 放在自身的事业上 感情毕竟不是人生的全部 拥有甜蜜圆满的爱情 不然是非常难得的 可如果无法得到 生活中还有更多的精彩 等着我们去感受 能够拿得起又放得下 这样的罗文 才是值得观众喜欢且敬佩的 他也终于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望 用有限的生命时光 焕发出无限的活力 从初恋分手之后 罗文也经历过几段恋情 性格低调的他 并未公开宣布出来 就连他多年的好友林爽儿 都只知道他其中的一位女友 是富二代 后续两人发展如何 这就不得而知了 2001年罗文被诊断患上了肝癌 向来乐观的他 在面对病魔的侵扰时 依旧保持着好心态 勇敢同病痛不断地抗争 为了治病 他数次前往医院治疗 前前后后花费了200多万 治疗的过程中 外界也时刻关注他的状态 希望他能够痊愈 像从前那样 在舞台上绽放光芒 可很多时候 现实并非意志能够改变的 纵然有积极的治疗 病痛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从此那颗闪亮的星星 就这样从世界上陨落了 歌坛巨星罗文的离世 在当年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事情 整个香港都为之震动 在他的葬礼上 几乎有大半个演艺圈的人 都面带严肃地出现 当天他的好友沈殿霞 张学友等人都在灵堂前 忍不住地潸然泪下 前面的照片中 他依旧保持着笑容 好似一切都未发生变化 可就在悲伤的葬礼之中 还是发生了相当尴尬的事情 刘鸾雄带着女友突然出现 但却并不是为了悼念而来 早在葬礼之前 刘鸾雄就向媒体透露 称罗文在医院治病期间 曾向自己借过一百万 迟迟没有还回来 本来自己不想借给他的 可想到两人关系还不错 罗文又处在重病状态 就直接拿了过去 谁知道竟然要不回来了 这样的消息出现之后 还未正视事情的真假 刘鸾雄就受到了指责 大家对罗文的人品很清楚 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正如更多人说的那样 罗文在圈内奋斗多年 名气远超其他一人 几乎不可能在治病的时候 连这些钱都拿不出来 况且就算真的没钱了 按照正常的做法 都会选择更亲近的朋友 两人素来没有太多交集 又如何会去找刘鸾雄借钱 而忽略身边关心自己的好友呢 不得不说这番话确实漏洞十足 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况且在人家的葬礼上 还做出这样的事情 刘鸾雄自然免不了会受到争议 正是由于这件事情 他几乎得罪了半个娱乐圈 毕竟这么多年来 罗文的神品如何 圈内圈外的人都是非常清楚的 果不其然就在刘鸾雄 到达葬礼之后 罗文的好友邓光荣气愤不已 直接指着他破口大骂 指责他造谣不说 还准备叫人来赶走他 面对这样的情况 刘鸾雄只得带上女友 回溜溜地离开了 借钱的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依旧沉浸在巨大的悲伤当中 对于这样意外的事件 几乎生不出任何波澜 其实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张国荣为出席葬礼的消息 同样受到外界的注意 两人那样好的关系 临终却没有送最后一程 这给张国荣带来了巨大的争议 当时有很多人指责他 称他过于忘恩负义 可是现实却是 张国荣的状态同样不乐观 深受抑郁症折磨的他 连自己都无暇顾忌 几乎没有精力去参加葬礼了 在罗文去世后不久 张国荣也结束了短暂 而又璀璨的人生 同样有才华的两人 或许真的是应了那句天度英才 心怀大意又温柔处事 罗文灿烂优雅的人生 任谁看来都是有意义的 正属金庸先生 在他逝世时写的那样 割在人间 短短四个字 正是罗文精彩神圣的缩影 他的离开不是结束 而是换种方式 存在于爱他的人身边 于是爱的音乐世界当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余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